我們來做題目 甲一兩個拖 施力8牛頓然後拉15公尺 甲需要12秒 也需要30秒 這有做工多少 這就是簡單的功率的計算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 做工有多少我要自己去求 所以P等於T分W W是做工 做工是力量成位移 他有告訴我施力 他有告訴我位移所以用力量跟位移去算 所以就算出來 答案叫做 史瓦特算完 小吃衣裝 移比照辦理 T分W W就是做工 力量成位移 施力一樣揹牛頓 位移一樣15公尺 但是守了30秒 花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功率會比較小 所以算出來叫做 史瓦特就解決了 就是算是也算是 簡單基本題 因為不需要用很複雜的方法 你就可以算出 做工有多少了 可以嗎 可以 好這是我們前面做過的題目 我當初是把它改寫 他原始這個題目 問功率 我前面有請你算出 他的做工有多少 有沒有 這題當初請你算他做工有多少 在考什麼 考力跟位移一樣互相 理習 然後這題原來是問你功率多少 你當初的做工去處理時間就是功率 來 帥哥美女 這是我追 我們要找可愛大美女 可愛大美女叫做 Uvo 怎麼都衝不到女生啊 有 Fair Fair 2 B 請坐 你選擇是B2 我們說功率就是做工處理時間 做工就是力要嚴力方向的位移 位移就是私力要跟位移要平行 那我手向上提 水平走100公尺是沒做工的 往上提20公尺才是有做工的 所以呢 100公尺沒做工 然後20公尺才有做工 然後呢 所以這才是我有用的位移 然後呢 當外換成牛頓 50公斤重提他要50公斤重 力量是牛頓是要換算 所以就算 50乘以9.8 然後呢 這就是把它換成牛頓的力 然後乘以位移20公尺是我的做工 然後再次除以我的時間 再次除以我的時間 然後總共他說 前面有8秒後面有2秒 所以總共花 他問我全部嘛 所以總共花10秒 所以算在980 OK 簡單嘛 重點是注意一下 利根位移要平行嘛 利根位移要平行嘛 那下一題 2公斤出超8牛頓50公尺停下來 請問你做復工多少 好 這個工其實有兩個做法 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呢 是用2分cmv平方 動能改變 可是沒有速度 你要想辦法求速度 求速速 第二就是力量乘位移 OK 有力量有位移 可以還可以加入簡單做 只問你要麻煩就可以 有沒有賺到 答案是一樣 那請問你 復工會有多少 他只問大小 所以你不用管證號或負號 那個負號一直在做復工而已 OK 多少勒 多少勒 可是問題是 你直接力量乘位 你還少一樣東西 少什麼東西 少秒對不對 少秒 那還是要回到哪裡 古說的運動學 有個不知道的出速 有個不知道的時間 然後一個叫做 滑50公尺 一個是有力量有質量可以有加速度 所以就可以把那個時間跟速度找到 然後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呢 好像也不會比那個算2分cmv平方 容易太多 因為你對事兩個都不知道啊 對於球啊 然後球你才會寫得出來 所以這個是 這個的後半部是 運動學的題目 速度 時間 位移 加速度 球他們之間的關係跟變化 那功力有多少勒 你直接用力量乘位移 可以算出做工 可是你需要時間 那你沒有時間 你想要在delta1裡沒有速度 你沒有速度 你要想辦法找得到 可以嗎 可以了嗎 OK嗎 OK嗎 來 帥哥美女 你的答案無法追 答案小男生 29 最早的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我們扣他分就好了 26 26 你講啥 80 80喔 前面告訴你80嗎 他自己寫的啊 你要我先讓他自己寫嗎 好 功力又做工除以時間 做工就是力乘以嚴力方向的位移 不是要平行 功力就是八成五十有了 除以踢 沒有踢 沒有時間 現在的球改在求誰 求時間嘛 求時間嘛 求時間 回到第一章運動學去求時間 我說我怕什麼 VT圖嘛 做兩件事 哪兩件事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 位移 滑VT圖 一開始速度不知道 停下來 踢秒停下來 滑五十公尺 面積球位移 直線球加速度 所以呢 求加速度 多少時間 多少速度變化 0秒的時候VT秒的時候是0 所以呢 可是沒有A啊 沒有A啊 也沒有V啊 沒關係啊 LF等於什麼 MMA啊 所以算出來-4 就是第二章 油頓第二運動定律 -4 帶回去 -4 然後所以算出來V的4T 幹嘛 因為我要時間嘛 所以我把速度都變成時間表示就對了 所以4T 好了 直線球加速度用完了 才剩一招什麼 哪一招 面積球 位移 三小型面積球位移 比乘以高除以二 就是位移 50 VT 4T零方 除以二 算出來五秒 好了有時間了 答案就出來了 有做工 有時間 算一算 答案叫BURSE 如果你用這裡的速度 帶二分之一MV平方 DataE也可以 也可以算做功多少 也可以算做功多少 答案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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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就是 我們 就是 做工就是 做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就是能量變化 然後做工處理時間就是功率 然後想辦法求出做工 但處理時間你就會求一個功率 就是我們要各位能夠理解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